有请我们的追梦人登场 有请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梁家豪 来自陕西的一个小村庄 我今天是位爷爷奶奶 我们下一个小村庄 最后他根本就很急 杀ificial You're two of the 13 generation �you you kid you our benaiah mak u all the demons cry we were built the drive 你而去的 最开始的时候 我妈妈是把我带回去和他们一起生活 我妈带我走的时候 没有给我爷爷奶奶说 是把我带哪里去了 然后好长一段时间 我都见不上爷爷奶奶 到最后他们打听到 我在这个学校上学 因为我奶奶运车坐不长车 然后我就一个人从家里面 走到我们学校来看我 当时快放暑假了 然后我暑假我就 我爷爷奶奶家就去了 然后直到报名的时候 我下去在学校门口等叔叔 来给我报名嘛 叔叔 妈妈后来离开你之后 又组建了家庭 改嫁了 改嫁了 然后我在学校门口等他给我报名 然后他来之后他不进去 他说是 我没钱给你报名 然后我回到家 把事情告诉我妈 我妈他说是 我没有钱 你自己想办法去 我当时心非常难受 当天晚上我就一个人 走了十多公里路 回到爷爷奶奶家里 第二天就是爷爷奶奶 去学校给我报名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你在爷爷奶奶家 爷爷奶奶的经济来源 是什么呢 就基本上都是种地 然后还有几亩花椒树 当时他们都已经六十多岁了 别的老人享福的年纪 他们却要为我生活而起 我每次回家要走的时候 奶奶都会从兜里套住一个手 然后就一层一层打开 里面也没放多少钱 我就知道他又要给我钱了 就这样 然后我爷爷把我送上车 站在路口等车走远才离开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妈妈从来没有找过你 就是那个时候 我在工地上就当小工妈 我妈就给我打了第一次电话 就说是 我外公生病了 在西安看病了 问我有钱没有 然后他要去给我外公看病了 我当初离开学校 去外面打工的时候 也没有给过我一分钱 打电话来 就是给我借钱要钱了 后来去年的时候 我们那边不是要拆迁 然后我妈就知道了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说是 如果房子拆了的话 把钱给妈妈给你藏着 等你将来长大 结婚干啥 再用 就是那样 然后就再也没说啥 再也没有联系过 再就没联系过 从来也没问过我 哇